3.国军撤退过程 11月30日扶晓,杜玉民集团处以一部兵力,继续在徐州以南阳攻华东野战军阵地外。 其主力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徐州矫总直属部队,估计在20万左右。 即徐州地区国民党机关和对共军恐慌的部分民众约10万人,总计约30万人撤离徐州。 国军似乎并没有吸取导致黄柏涛第七兵团全军覆没的教训,就是因为第44军脱带着几万恐慌的海州民众一起撤退,导致接应的第七兵团主力没有及时向徐州靠拢,最后被滑野全歼。 第13兵团第8军125团团长袁建飞回忆。 11月30日,徐州国军开始撤退。城内城外,火光浓烟冲天,爆炸响声不绝。 各部队除根据李弥命令完成了逃跑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之外,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 1. 破坏弹粮仓库 30日晨,我指挥军部军械科科长马建生率部将军部锁在地徐州军医院内的弹粮仓库保存的步枪弹数十万发和不少的迫击炮弹,埋在院内空地下面。 粮食面粉除油军部汽车装在一部分外,渔军弃至于院内,估计锁毁不下十万斤。 2. 破坏器材仓库 随第八军行动的装甲兵第一团,援助在军部对面徐海公路南侧的营房内。西桃时曾将携带不了的器材装备烧毁一空,估计锁毁当在一二十吨以上。 3. 破坏火车 周开城直接命令某直属队,可能是工兵营对徐州东沿的机车车辆予以破坏,我西桃经过车战时曾目睹此事。 从以上袁建飞回忆看,如果国军留在徐州固守,应该比野战更具有力的优势。 像第八军军长周开城就认为徐州既有阵地又有凉弹,并有空军基地,不如在徐州打还有力一些。 此时杜裕明手下有三个兵团可供他调遣,因此决定在撤退时将所有兵团摆出一个巨大的圆形阵。 轮班打前锋进行突围,这种战法也有一个形象的名字,滚筒式撤退。 这种战法的关键在于,三个兵团之间能够相互配合,在前锋位置能够有序进行变化。 凭借徐州国军拥有大量机械化部队,杜裕明认为,想实现如此高难度操作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然而,还没等杜裕明摆好阵型,徐州内部又出了乱子。 11月28日晚,李弥接到撤退命令后,还没等杜裕明下令,他就先率领第九军在当天提前跑出了徐州。 此时,距离12月1日还有一天时间。 其他两个兵团在12月1日撤离徐州。 李弥的撤退要指示,各军以迅速脱离和解放军的接触为首要点,不应受徐州主力行动的牵制和影响。 意思很明白,不听指挥,不顾其他,跑得越快越好。 按杜裕明的命令,在徐州市及徐州以东苑山布老河之掩护部队第八军之一部应掩护到一日黄昏后开始撤退,沿兵团行进路线到永城归舰。 但李弥率第八九两军嵌四个团全部于30日晚提前了一天同较总指挥部和主力部队同时撤退了。 第十三兵团第八军125团团长袁建飞回忆。 李弥于11月30日下午二时许从徐州乘车西逃。 我和军长周开成、副参谋长田兴祥及视察官公后斋率必要人员在黄昏时分开始行动。 当晚宿宏庙附近,四日下午三时左右,估计已离徐州近百里。 这时李弥对我们说,危险区还没有过,还要走一天,过了薛家湖才能出现到安全界。 他在途中还说,不要同他们指渡邱主力兵团粘在一起。 兵团越大越不易行动,粘着主力兵团,一有情况大家就会牵连着走不了。 所以西逃两天来,李弥带着部队一股倦地走,一直不同杜玉明联络。 他曾对李静宣说,如果他们指渡邱等没冲出去,我们冲出去了,那我们就成功了。 按袁建飞回忆描述李弥的撤退令,基本总结为三个要旨,不管时间,先走为上。 不管行军序列,快跑为上,不带电台,剪断电话线,让杜玉明找不到自己,偷跑为上。 第九军军长黄叔领导的杜玉明的命令是,在瓦子寇等地坚持到集团后续部队通过后,才能撤退归件的。 可当12月1日黄昏后,按照原定计划,各部还在刚刚撤退的路上时,李弥就命令黄叔于12月2日晨就开始后撤。 不料被杜玉明带了个正着,严令黄叔回头担任掩护任务。 第九军军长黄叔回忆 还在12月1日晚用爆化机指示我,要我率领担任掩护的四个团在2日扶晓前撤向薛家湖。 12月2日上午11时许,我率部撤至红庙梦极间一个村庄,休息时碰上了杜玉明。 杜说,你们为什么走到总部一起了?徐州后续部队通过消限没有。 我说,还有少数没有通过。杜说,你们司令官在哪里?谁叫你们撤退的? 我说,现在不知道他在哪儿,昨晚司令官用爆化机指示我撤退的。 杜吉怒气冲冲地说,他敢不听命令吗? 你马上带部队回去占领员掩护阵地,直接归我指挥,等部队通过完毕后,再告诉你撤退。 否则不论哪一个单位受到损失都有你负责。 我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又率部转回萧县。 到离萧县约20华里的洪庙附近,与解放军追击部队遭遇。 我用爆化机报告杜玉明,杜指示立即占领阵地,阻止解放军前进。 我依令占领阵地与解放军对峙。 第十三兵团先遣师行动迟缓,到29日晚尚未占领萧县。 杜玉明回忆中非常不满。 到29日晚,十三兵团先遣萧县之一师行动迟缓,尚未确实占领萧县。 对萧县情况不明,很担心被解放军狙击打破蒋军撤退计划。 即三十日晨,该师才炮火连天地向萧县进攻,已暴露了蒋军、国军的企图。 第十六兵团三十日也未照命令对解放军阳攻,反而退守孤山及比架山、白虎山一线,当晚解放军及攻占孤山及。 但是按照第十六兵团少将一百二十二师师长雄顺一回忆,第十六兵团阳攻是非常认真执行的。 29日夜间,各军刚调整完部署,解放军即开始大举进攻,占领孤山及。 30日,兵团卫使解放军不宜我有撤退行动,命第41军恢复阵地,即战三小时,使夺回孤山及。 显然杜玉明因为军务繁忙精力分散,战场情报不畅,错怪了第十六兵团。 李以匡回忆中记录并指责了国军撤退的混乱,但也间接为杜玉明辩解了一下。 在30日,杜玉明率徐州地区各兵团及角总直辖各特种部队撤出徐州时,是以孙元良兵团为一路向西转南先行,另一路以邱清泉兵团先行,也向西南行。 角总及直辖部队则在邱兵团之后行,最后行是李弥兵团。 非正规的战林部队则放在最后行,当时的行进,正规军秩序上良好,徐州角总的直属单位和战林部队秩序甚乱,基本上是乱七八糟。 30多万人的大军在补给无保证条件下行动,大军所致生灵涂炭。 在刘志南逃后,这种获国殃民的责任便落在杜玉明身上,这也是杜玉威受命必然的结果。 杜11月11日到徐州,28日接替刘志的前邸指挥,30日即开始放弃徐州向南逃窜,因而南窜计划是非常不周密的。 杜玉明在回忆文章《淮海战役史末》中,对撤离徐州做了如下描述。 30日晚,各部队撤收电话线时,将指挥部的电话线拆乱,一直到12月1日早晨指挥部撤走时,对各兵团电话还不通。 我对各兵团当面情况极为模糊,急急忙忙率指挥部少数人出发。 约30万人沿徐州至萧县公路转进。 部队车辆人马拥挤不堪,各部队已开始行动,此种状况无法改变。 至12月1日晨的报,萧县以东上有大批车辆未能撤完。 同时,由于16兵团物将掩护部队撤退日期,提前一日在30晚级撤退,这时解放军已追至萧县附近。 所有后卫人员全部被俘,一日晚徐州解放。 总之,此时国军各兵团主力部队的行进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孙元良多年后说,三个兵团在公路上排成无法作战的难民式长龙沦为庞大软体动物,共军只要用一个牌就能将我们20万人打散。 他这个话说得有些夸张了,把撤退搞成了逃难,没有任何迅捷性可言。 而当孙元良提出三个兵团分头行动,与某地集合的建议,又很快便被国防部里的内鬼给否定了。 为了帮助共军一网打尽,这些人以国防部名义施压,岂能容易分散突围。 而用来掩护的后卫部队,做得也不好。 李弥派出的一个掩护师,竟然不带部队全部撤出,自己先跑了。 而第二兵团邱青拳部后卫的郭吉迁第45师,竟然让前面的部队回去救他。 邱青拳力排众议,还真的派了两个大家伙师回去救他。 之后会详细介绍第45师的突围。 虽然此时共军华也主力胃口,根本无异于他这个师,而是改平行追击为蓝头截击整个杜玉明集团了。 徐州角总直属部队也有问题,杜玉明提前也已经把他们编成了两个直属纵队, 指定由文强任第一纵队指挥官,指挥特务团,宪兵团,工兵团,炮兵团,通信团等部队, 又指定警备司令谭辅列为第二纵队指挥官,指挥该警备司令部原署部队和地方部队、机关警卫、留守部队等等。 而且已经做好了撤退的序列、时间、集合地点的安排等。 徐州角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文强回忆,到了时间,两个指挥官在指定集中地点等候了三个小时, 指来了少数主官如特务团团长、宪兵团团长等。 他们统帅的部队并不曾照命令规定集中,而是抢先尾随在最先头撤退部队之后逃命去了。 他们唯恐落伍,甚至各部抢先恐后的互相穿插乱作一团, 由以征用来的汽车、罗马牛车等,涌塞于途,欲钱不得, 加上游海连及徐州撤逃的机关学校的男女老幼,形形色色,更是纷乱一团, 由徐州至萧县不到五十华里,自沉窒息,渴望而不可及, 连杜玉明的坐车也无法开得动,他只好下车驳着腿, 在警卫搀扶之下徒步绕道而行。 之间已经逃离徐州的流志,在我的回忆中抱怨说, 杜玉明使大军与千百辆汽车、炮车、牛车、马车、人力车及无数机关、学校、难民 都拥挤在徐州至萧县至永城公路上争先恐后,色祖不前,此皆兵家之计。 这个和海州第44军和海州民众一起撤退有相似之处, 而且这次徐州国军伴随的民众要多得多。 杜玉明集团从徐州撤退的具体时间为1948年12月1日凌晨起, 大部队走了一天零半夜,还没有走到距离徐州五十华里之遥的萧县。 文强感叹说,由徐州至萧县不过五十华里,自沉到西,渴望而不可及。 是什么影响了部队前进的速度呢? 除了部队的因素,主要就是杜玉明徐州撤退的非战斗人员, 国民党各地党政机关政府官员、警察等。 人数上万对共军恐慌的商人、地主、农民、学生等民众, 他们主要来自山东、河南各地以及苏北、海州、徐州等地跟随国军撤退而来, 高达十万人左右。 这群人也是最可怜的,但也是最影响部队行军的, 他们在运河铁桥上已经帮过解放军的忙, 让黄百涛第七兵团迟迟过不了运河,这一回又来了。 文强感叹说,加上尤海连及徐州撤逃的机关学校的男女老幼, 形形色色更是纷乱一团,由徐州至萧县不到五十华里, 自沉至西,渴望而不可及,连杜玉明的坐车也无法开得动。 她只好下车,拨着腿,在警卫搀扶之下徒步绕道而行。 还有少数搞破坏的共谍,他们冒充民众或国军被打散人员, 这些人极具破坏力,好多骚动就是他们引起的。 后来,双方对峙时又起来一步。 至于混杂在民众里的共谍,最可怕,他们在黑夜里打一枪, 喊一声就能让如惊弓之鸟的部队一时大乱,甚至相互开枪, 自己人打起自己人来。 周开城第八军的两个团就曾听到不明枪声, 犀利糊涂地打了一夜,伤亡惨重,天明一看,傻了眼。 最后连杜玉明的侄孙特务营营长杜宝慧, 也因为一句来了而打了一夜,天明一看, 连个解放军的人友也没有,倒是打到了在野外露营的坦克兵装甲兵身上。 而最后这些少数人,在最后的时刻,竟然随着到解放军阵地上吃包子的士兵, 又进来了不少,这个时候,他们不仅制造混乱,更是要瓦解国军军心了。 共军方面,徐州国军撤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华野指挥部, 已经做过无数次推演的素玉没有犹豫,立刻命令华野各纵队向西展开追击。 素玉判断准确,极大的节省了华野的阻击时间。 这个也可以说素玉这个保押队了, 因为杜玉明并不是因为素玉认为的理由, 而是要防止进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乳归准备的坑。 如果国防部要走西南方向,那么杜玉明肯定要走东南方向。 素玉晚年同他妻子楚清谈起徐邦会战时, 说他曾经紧张过两次,其中第二次就是追击杜玉明集团。 他说,非常危险啊,尽管我们估计到他们的撤退方向, 却没有想到他们撤退得这么快。 我们有些纵队又突然失去了联络,怎么也找不着了, 万一让他们30万部队撤到淮南,问题就大了。 12月1日,福晓前, 华东野战军前沿部队及抵近徐州侦察的分队同时报告, 邱青权兵团主力已向徐州西南开动, 山东兵团各部队不等命令及组织追击。 素晨章得到报告后,迅速下达追击徐狄的命令, 鉴于杜玉明集团向徐州西南方向撤退, 而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徐南及东南方向, 较晚敌一天行程。 华野九纵司令员聂凤智回忆录中记载道, 11月30日下午,在萧县方向活动的侦察营报告, 发现敌大部队向萧县前进。 据伏敌连长和军需官共称,敌将渠道永城南下, 我正面之敌已猛烈炮火,盲目射击, 但攻势锐减,判断是掩护主力逃跑。 纵队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上级。 总前委从各方面情况中证实, 蒋介石确已下令放弃徐州, 立即命我纵向西追击, 堵截逃敌。 12月1日,肃域调整部署时, 致电玉宛苏军区部队, 立即阻击持至徐州逃敌。 徐州之敌已于线30日西窜, 我各纵正追击中, 因我主力在徐南及东南, 较敌晚一天行程, 追击不及,判立即。 1、玉宛苏各地方部队开封之71团在内, 立即在阳山、夏意、商丘、浙城、兰丰县布置, 阻击持至敌人, 以带阻力到达之。 2、并控制郭河、沙河船之渡口, 利用可能持至敌向西南逃窜之一切障碍, 阻延敌人。 肃成章命令华东野战军阻力, 采取尾追、平行追击和迂回拦截等战法, 昼夜兼程,追赌杜玉明集团。 一日深时, 肃成章向军委和刘晨邓及华东局报告了 杜玉明集团撤退情况, 及采取的战法和追赌杜玉明集团的部署。 其部署是, 渤海纵队由大许家、肃阳山地区, 立即沿龙海路向徐州寄进, 占领徐州, 而后除以一个师控制徐师外, 主力向萧县跟踪追击前进。 第十二、 第一、 第四纵队分游攀唐、 张旗杆、 楚兰、 双沟、 朝阳级地区经徐南四宝之间, 并列平行向徐南间, 尖程寄进, 伪敌侧即追尖。 第九、 第八、 第三、 鲁中南纵队经游承阳、 桃山级、 永固寨、 杨庄、 栏杆级、 陆艇、 架沟地区, 向娃自扣、 随西口、 五户张级、 祖老楼、 张寿楼及近, 截肩逃敌。 第十纵队由旭沟、 卢庄镇之间经宿距向永城寄进。 苏北兵团率第二纵队由故镇地区京宿县向永城寄进, 为第二线截肩部队。 第十一纵队由周镇西南地区向郭阳、 博州寄进, 为第三线迂回部队。 纪鲁玉军区两个旅及两广纵队在原阵地待命出击。 特纵坦克20辆即刻参加追击。 1948年12月1日晚, 华野渤海纵队第七师奉命进入徐州城实行军事接管。 徐州宣告解放。 与此同时, 肃成章进一步要求, 伪追部队和平行追击部队, 务必沿徐敌向西的退路跟踪猛追, 并防敌在无法西窜时回窜徐州。 以勇猛动作, 由敌侧后插入敌人行军队形, 结成数段, 使敌无法站稳阵势。 迂回拦击部队尽最大努力, 以强行军速度务必尽力赶到敌人先头, 而截住其退路, 并迅速分割敌人。 几乎是同一时间, 中央军委同样接到消息, 毛质店诉讼务必要将徐州之敌拦住, 为此, 华野各纵队全力向西追击。 华野两广纵队司令员增声回忆, 指战员们虽在徐南经过连续四周夜, 对我们纵队来说是空前艰苦的战斗, 但士气依然十分旺盛, 听到纵队的命令后精神振奋, 很多清商员纷纷要求回队参加追击战。 各团稍事准备后, 八十许吉按纵队指定的方向开进, 我们很快就加入了华野部署的追击行列。 那时十一个纵队行进在辽阔的苏北和晚北平原上, 铁流滚滚向前, 分不清哪是头哪是尾, 确实是雄伟壮观。 不知什么时候, 第一纵队老大哥突然出现在我们纵队的右翼。 不久, 第九纵队老大哥又在左翼靠了上来, 因为是同一个目标, 随着距离的缩短, 彼此间也就越靠越近了。 三只兄弟纵队凑在一起并排前进, 谁也不甘落后, 你追我赶, 都是为了尽快抓住逃敌。 我军追击的强大洪流, 气势磅礴, 雷霆万军。 敌人有如惊弓之鸟, 坦克、 汽车、 人群急不择路, 遍野狂奔。 从徐州西郊开始的苏北、 晚北平原上, 被车马人群压出了几十条新路, 遍地是敌人丢下的尸体、 伤病员、 妇女、 小孩和金元券、 花明侧及坏坦克、 坏汽车等军用物资, 真是兵败如山倒, 狼狈万壮。 三日十三时, 我们纵队挺进到张兴及东南时, 追上了敌礼弥兵团第八军, 当即展开攻击, 敌不战而逃。 华野九纵司令员聂凤智回忆录中 记载了追击国军的情景。 二日凌晨三十许, 呼听关路口方向枪声大作, 判断是敌先头部队已与我二十五师接触了, 但没有多长时间却又沉寂下来。 金查明, 原来是敌五军四十五师一三三团三营 摸黑窜进关路口宿营, 恰于我七十四团三营混住在一起, 被我三营营长首先发现。 他检查攻势回来, 正在洗脚, 身上披着一件缴获的美式陆军短大衣, 也没戴帽子, 准备洗霸脚就休息了。 此时, 一个当兵的来谢他房东家的门板, 他就问道, 你是哪个连的? 那个兵力正回答, 报告长官, 我是八连的。 营长一听这种很不顺耳的答话, 又瞅了这个兵的着装, 就误以为是一个未经教育的伏兵, 立即命令道, 叫你们连长跑不到我这里来。 这个兵力正回答, 是, 一个后转走了。 过不了一会儿功夫, 营长还没有洗好脚, 只听一声报告, 他抬头一看, 站在他面前的竟是一个头戴大眼帽的国民党军官, 两人都愣住了, 幸亏通信员激励, 扑上去搅了这个连长的枪。 营长立即意识到是个什么情况, 并做了果断的处置, 敌物以为中了我军伏击, 顿时乱作一团, 胡乱打枪, 狼奔使突, 大叫大嚷, 被共军包围了。 因我下手开, 三下五除二, 把误入我素营地之敌人大不收拾了。 此次大规模追击战, 双方参与兵力国军十个军二十万人和共军华野十一个纵队, 以及地方军区部队总计三十万人, 总计五十多万军队,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军事竞赛正式开始, 只是共军的速度远远超过被逃难民众所拖累的国军。 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